他们要进行党团协商 协商大概就是院会 还有各个委员会 招委招委大概 韩国瑜管不到 韩国瑜可以管到 礼拜二跟礼拜五的院会 那个时候大家都要看 韩国瑜要用什么方式去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台湾有一句俗话 这句俗话是流传很广 就是摸鱼摸到了大白沙 所谓摸鱼呢 就是说你上班期间 你不处理 你的证物 反而呢 去什么 去喝酒 打牌 然后聊天等等那些 摸鱼会摸到大白沙 摸到大白沙 就是说被人发现的话 千夫所指无几个重 那现在 这个趋势几个人已经看出来了 第一个 邵邵康已经看出来了 第二个 朱立伦也看出来了 那你第三个 国民党的也完全看出来了 现在他们讲 韩国瑜2月1号 选上2月2号 并未就任 还没进过办公室 就在外面一直摸鱼 事实上 韩国瑜是在安排 立院的人士 他总要一个一个召见 召见 然后来确定 未来的立院的整个的人士 要不要进行更换 像好比说秘书长要不要更换 副秘书长要不要更换 等等那些 像立院的所谓的改革的实项 要不要造表操课 等等这些 韩国瑜现在是忙这些事情 但是民进党就天天骂他摸鱼 我就看不到你的人 看不到一个人并不代表 这个人不做事 看不到一个人并不代表 他一定会去摸鱼 而是说他有其他的事情 我现在告诉各位 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 民进党51席2月1号都在立院 没有错 可是2月2号将近五分之四的委员 通通都不在立院 他们有脸说别人 没脸说自己 换句话说40席 现在都在地方干什么 第一个发春联 第二个办感恩茶会 我已经参加两场了 就是感恩茶会 我参加了两场 第二个就是办感恩茶会 第三个选民服务 选民活动 选民请你参加剪彩 或者怎么样 民进党51席有40席 不在立院 韩国瑜也不在立院的时候 他去向王金平请教 然后分别召见 未来应要聘任的人选 各位从这个地方 那你也看得出来 民进党发春联 办感恩茶会那些 他们通通报道 那他们都在地方 不在立院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民进党在北部 几乎都快要全军覆没了 只有南部 他们现在就是靠中南部 就是南部的 比北部多 所以他们就要赶回到 像高雄 屏东 台南 嘉义 那些 他们是要赶回到 那一些地方 发春联 春节活动 与民同乐 等等那些 民进党可以 但是国民党不行 韩国瑜不行 他们也没问其他的国民党籍的立委 或者是巴西的民众党籍立委 你们在2月2号有没有呆在立院 2月3号有没有进出立院 有没有 那现在大家都在进行所谓的春节活动 但是他们就偏挑韩国瑜 记住啊 民众党的巴西2月2号也不在立院 2月3号但也不在啊 但是他们这些 他们就通通不管 那唯独针对韩国瑜 唯独针对韩国瑜 说韩国瑜去摸鱼去了 好摸鱼去了 现在赵朝康也好 朱立伦也好 还有其他几个国民党的 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苗头有点不对 所谓苗头有点不对 大概四个方向 民进党 有脸说别人 没脸说自己 这个是确定的 那第二个 民进党不在议案上面 跟你进行讨论 而是跟在你形成方面 挑战韩国瑜 只要那你一天不在立院 我就天天搞你 可是因为他们也怕 韩国瑜的影响力 显然是想把他困在立院 那第三个 韩国瑜既然讲朝野合作 那我就看你怎么合作 你要跟我谈些什么 那现在这个问题是最麻烦的 因为任何议案 未经党团协商 是出不了所谓的立院大门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好第三个 那第四个 到了下周 开议时间 究竟什么时候开议 现在民进党说 哎呦 那就干脆等那个过完年 民众党说2月6号 2月6号的话 各位看看 开议时间 好 立院何时开议 那今天几号呢 2月1号 礼拜四 2月2号 礼拜五 这两天我都在书外场 好 2月3号 礼拜六 2月4号 礼拜天 2月5号 礼拜一 黄国昌为什么讲说2月6号 第一个 立院依照过去的传统 都是礼拜二跟礼拜五 进行所谓的院会 所谓的总咨询 就从这一天开始 那2月6号来得及吗 来不及 因为2月9号 就是大年夜 2月6号一旦开议的话 那下面的议程怎么排 都是问题 现在就是说 邵邵康他们通通都已经看得出来 对于所谓的院会 你表定的行程 你决定什么时候开议 这个就是攸关 立委行使的权责 所以他们现在就劝韩国瑜 礼拜二跟礼拜五 要尽数的确定 究竟是年前还是年后 应该就是年后 应该就是年后 就是说韩国瑜在这一方面 尤其在春节这个期间 必须要召集立院的幕僚 进行所谓的法案的排定 还有下个礼拜一 就是2月5号 他们要进行党团协商 协商大概就是院会 还有各个委员会 招委 招委大概 韩国瑜管不到 韩国瑜可以管到 礼拜二跟礼拜五的院会 那个时候大家都要看 韩国瑜要用什么方式主持 赵少康就特别提醒 春节期间 与民同乐的时间 韩国瑜应该要展现 一种历经图字 召见幕僚 来谈意愿 未来的问题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民进党已经开始 霍霍磨刀 连过年都不会让韩国瑜 去过一个好年 第一次 这些我们��库的 hab门 词跟利用 美繆 屏 拿下来 修 立党 第党 词 消息 记 词